小朋友熱情的歡迎新北市長朱立倫 前來參加深坑兒童遊戲停車場启用典禮 其他小朋友則是在開心的玩溜滑梯和其他遊樂設施 而這麼一大片綠地與遊戲場底下 是擁有168個停車位的底下停車場 深坑老街這邊長期的停車位不足 這是大家所共知的 那也是觀光客到深坑來很大的一個痛苦所在 那其實市府能夠針對兒童遊戲公園規劃地下停車場 相信可以紓解掉大部分的這個分光遊客的需求 深坑老街已成為觀光客來深坑必經的旅遊景點 為了舒緩當地人潮帶來車潮的問題 新北市政府斥資2億2000多萬元 興建地下兩層樓的停車場 並在地上活化空間 興建兒童遊戲場與幼兒園 善用有限空間 我們真的期待很久 我們晚上也可以在帶小野散散步 吃飽飯散散步 所以我們很高興 在這個停車的制度上 如果能夠設計得更完善 讓當地領域的需求 還有觀光客的這個需要 能夠取得一個平衡點的話 那我想這樣真正的注意 可以達到說 對這個地方的發展 還有觀光的事業的推動 有更大的幫忙 雖然當初在動土興建時 曾引起當地居民反彈 造成不小紛爭 但現在翻新完成 居民也相當滿意 而地下停車場在11月30號以前 全面開放民眾免費停車 想利用假日到深坑踏青的民眾 不妨多利用這項全新的資源 記者王升星採訪報導